哈喽大家好 又是礼拜一的晚上 我们今天的线上读书会 要来讲演员的挑战第六章 身体感官知觉 那欢迎大家陆陆续续加入 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朋友 可以一起来讨论 之前有人问我 说我在家里是怎么直播的 其实本人没有什么其他的机器 就是一台手机 对着手机在跟大家聊天 所以可以看到 没有什么高科技的状态 那我自己觉得 这种状态来聊表演 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演员其实蛮多时候 是依靠其他的工具 来让自己的表演变得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可能 尤其在影像的工作里面 我们是非常仰赖技术的协助 让我们的表演变得很出色 所以讲到说 就是影像表演里面 我们常常说 其实是靠摄影师 还有剪接师他们的功劳 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好的 蛮多时候 其实演员表演的当下 不见得是最好的状态 但是如果摄影师 可以帮忙捕捉到 很好的moment 或是剪接师在事后 可以帮忙把不同片段的你 不同状况下的你 剪在一起 常常看起来 比当下做得还好 所以其实蛮多演员 在得奖的时候 都会感谢技术人员 是有很 是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 光是靠我们自己的表演 其实常常是不够的 那即使是舞台剧的演出 其实也都是众人一起合作 才成就着出戏的 演员只是正好站在台上的人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们做的 我常常说 即使你是做独角戏 就是就算你真的自己写 自己导 自己演 你还是非常仰赖工作人员的协助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观众们的加入 如果没有观众加入的话 今天就不是演出了 今天就只是一个彩排 一个练习 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 身体感官知觉这一章 就是大家常常讲的感官记忆 那我自己回来教课的经验是觉得 这个练习目前为止是 台湾学生觉得最困难的一章 我自己总结起来的原因 跟我们现在其实 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 有很大的关系哦 大家平常因为毕竟感官知觉 指的是触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视觉 现代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 只有使用视觉 尤其是科技产品非常发达之后 我们现在其实生活里面 90%完全仰赖手机 完全仰赖视觉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在听 没有在感觉对方 以前人说 Seeing is believing 就是看到的才能相信 现在的世界其实开始是变过来的咯 看到的往往不见得可以相信了 你可能还需要仰赖更多其他的部分 那尤其是我自己上课的经验是发现 很多人在生活里面可能没有机会可以好好地吃一顿饭 好好地享受一个下午 就坐在草地上 听虫鸣鸟叫 获胜的是感觉很热 对 就是台湾夏天很热 大家会说去什么野餐 太阳那么大 很不舒服 但即使是这些不舒服 都是我们很重要的来源哦 很多时候我们是完全让自己断绝这些可能性 所以反而变成完全没有机会去知道 生活里面有什么变化了 当我们的生活没有变化的时候 你现在遇到戏里面要处理这些事情 你当然没有任何的来源可以使用 你就变成只能想象 然后应言 那就会变得很假 所以其实平常多让自己有机会去过 不要讲过啦 尝试不同的生活状况 尝试不同的 新的事物 比如说就包括 比如我自己本身非常爱吃东西哦 所以我常常都用食物来举例 呃就是去吃新的店家 对大家都怕财雷 大家都怕难吃 但难吃也是一种经验啊 就怎么样算难吃呢 太酸 太苦 太咸 太辣 到底你不喜欢什么 那为什么那个东西让你这么的不喜欢 我们生活如果太舒适 我们反而失去了这些经验 就像夏天很热 冬天很冷 这是应该的啊 我非常希望地球可以继续有四季的变化哦 呃 这几年 就是急速恶化的状态之下 我并不希望我们一年四季都是恒温啊 大家如果可以开始戒掉冷气 甚至冬天有的时候也不开暖气 就很冷的时候很冷 很热的时候很热 去过那样的生活 就像今天下雨 湿湿的 很讨厌 很烦 那你的生活里面有什么改变呢 你今天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呢 这都是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生活经验咯 加上我们现在非常少 和其他朋友面对面的交往咯 现在常常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哦 大家在脸书上面都会看到 每个人每天的动态 想想上次跟他见面可能几乎是一年前 甚至是两年前了 我们没有任何实际的接触 我们就少了非常多 真实去感受对方的机会哦 大家都知道 其实文字留言 常常很容易误解 哈喽阿波罗 阿波罗来跟大家打招呼 那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吗 对啊 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大家 常常跟亲朋好友见面 真的面对面的交往哦 对啊 就算面对面都先看手机 真的 不要再看手机了 把手机关掉 如果要重现身体感官知觉 是不是一定要很有专注力 专心回想 专注力是蛮重要的重点 但其实重点并不是去回想有多热 或者有多冷 在书里面他有提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叫做 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都是所谓的 为了这件事情而做出的调试 我们不是演很热 我们是演擦汗 开电风扇 开冷气 喝冰水 是这个感官导致我们会做的一连串事件 观众其实是透过你做的一连串行动 去知道你怎么了 所以事实上你并不需要去感觉 任何的感觉 中文很困难哦 你不用感觉你的感觉 你只需要行动就好了 只要你有在行动中 你有在做事 你穿上很多衣服 披上围巾 戴上帽子 戳你的手 哈气 我们就知道你很冷了 你本人不需要觉得冷哦 所以跟一般人的概念 跟观众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观众以为我们眼很冷 其实没有的 你完全不需要去想这些事情的 嗯 哈罗阿波罗 嗯 对啊 现在大家都用通讯软体了 而且现在大家很爱用贴图 贴图很危险哦 贴图表达了你当下的状况 可是其实 你本人可能并不开心 然后你就送他一个开心的图 现在的人就我常说 上班族是最厉害的演员哦 整天都要演 不能让老板知道你多讨厌他 不能让同事知道你有多瞧不起他 大家每天都要一起工作哦 所以其实上班族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的 他们整天都在演演员反而不是的 我们是很清楚知道剧本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只需要扮演剧中的角色就好了哦 所以我本人是觉得上班族们真的是很厉害的 是的 演员要面对自己诚实才真实 很多人来学表演的时候会以为想要扮演其他人 非常多人都是其实想逃避自己 不想面对自己 所以开始接触表演的 但是上了表演课之后就发现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演员是必须要对自己非常诚实的 才有机会去使用自己的所有生命经验的 如果我否认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用的 所以其实相对而言 演员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没有在演哦 我们是有很多的技术的 也就是其实表演课里面我们教非常多的技巧 这些技巧都是观众看不见的 因为看不见 所以他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要做这么多事情 所以不会有人称赞你 演员会觉得很伤心哦 就是明明其实是做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没有办法像其他行业那样子的被赞美 你演的最好的时候是观众没有发现的时候 观众如果发现了通常都是因为你演的不够好的时候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充满挫折的工作哦 好那我们先回到书里面 不要直接回想身体的知觉 而是回想比较接近的生理反应 对 重点是你要知道你做了什么 比如说吃麻辣锅很烫 很烫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比如说你可能会把舌头伸出来吹气啊 可能会喝很多水啊 可能会擦汗 因为你流了很多汗 重点都是你因为这个感官知觉 你会做哪一些行动来调试它 因为没有人想要待在那个状态里面的 如果我踢到东西了脚很痛 没有人想要待在脚很痛的状态下 我们都会解决脚很痛这件事情 所以每一个状况都是要被解决的 那透过我们解决它 观众就会看见你发生了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演一些比较困难的生理病痛 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先Google 搞清楚这个生理病症 它实际包含的生理反应 比如说最常见的女生可能都会遇到 演生小孩 但自己可能没有生过小孩 那要怎么演 所以 当然你会听很多人说 哦很痛 但到底是怎么痛 哪里痛 那除了痛之外 还会有什么生理反应 那现在很方便哦 就是你可以Google 那网路上就会告诉你 事实上身体正在发生什么事 你就有非常多的资源 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那观众就会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好 郭威琪说 爸爸说我长大后 变得不像小时候那样爱笑 不苟言笑很冷漠 说如果我能演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孩 才能证明我有这方面的天分 这真是太有趣了 只能说你爸爸就是一个普通观众 一般观众真的完全不知道 我们的工作内容在做什么的 毕竟 在这一行里面 除了演员 其他的人其实也是不知道的 其他的人其实他们也是观众 他们 只要你不是真正自己站在台上 做这件事情 你永远不知道 其实演员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演员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其实 在台上的我们必须要把自己交出去 成为角色 但同时又在被大家观看 在被大家检查 你同时是演员也是角色 你同时要保持公开这件事情 又有私密感这件事情 所以完全不是我刚刚说的 所谓上班族每天要演一个样子 我们的演跟他们的演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虽然都是用演这个字 但在戏里面 如果演员不是真心的 观众都会知道的 不会有人觉得好看 不会有人感动 所以我们是不可能假装的 我们当然需要依靠非常多的技术 就像刚刚提到说 身体感官知觉里面 我们是透过做很多行动 来让观众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前提是让演员可以每天重复演出 即使今天自己的状况比较不好 我们还是可以确保观众会有一场好戏可以看 所以技术是很重要的 但同时演员在长期的排练 对剧本对角色越来越熟练之后 演员会入戏的 演员会成为角色 跟着角色一起进入那些喜怒哀乐 而在那些喜怒哀乐之中 我们和对手演员的互动 一切的情绪其实都是真实的 所以是不可能像 所谓上班族在职场里面 在商场里面 心里面骂着对方 然后脸上堆着笑 这种假笑 其实观众都可以感受到的 很多时候大家去看戏 就会有感觉 你坐在下面看 你不知道演员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 但你有一个感觉 你就是感觉不对 你就是感觉怪 感觉是最可怕的 所以观众是可以非常清楚知道 在台上的演员是在一个什么样状态的 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 就演员的挑战是 观众都是人 他们都会知道 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回过头来 好好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所有的技术面可以搞定 你会越心安 我们常常说 其实技术是来协助我们的 让我们可以心安 那你越不害怕 你在台上越有机会可以进入角色 嗯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感官这件事情 除了希望大家可以多接近大自然之外 非常希望大家每天可以利用 每天天气的变化 每天一天要吃三餐 好 就算只吃两餐 那你就有两次机会 可以去好好的感觉你的食物 很烫吗 很辣吗 就算你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 那今天好吃吗 今天比较难吃吗 就每天到底有什么不同 去问自己 每一天 对每一件事物 你和他之间互动的状况 有什么改变 好 Box说 有时候演员真的很痛苦 演最好或最大突破的时候 观众不见得看到或买单 演观众爱看的 自己却不见得喜欢 嗯 当他是一门工作的时候 就真的跟其他所有的工作都一样 大家不要把艺术想得太高 我们当他是工作的时候 他真的跟所有工作都一样 会有很多讨厌的地方出现的 然后会有非常多 你做了别人没看到 你没做但别人这样以为的地方 所以你真的只有面对自己 你自己最清楚 你问心无愧就好了 嗯 就算今天演得不好 你很清楚知道你做了什么努力 你有什么进步 这就够了 那我们 有一个好处叫做 明天永远有机会 可以演得比今天更好 嗯 如果一直反复想这个 重现知觉的过程 会不会突然干枯 重想了也没有知觉 嗯 问得很好 因为我们不是要用想的 演员们一定要记得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在家里练习叫做做 想不是练习哦 非常非常重要 想完全没有意义哦 如果你没有真的做 你就是什么都没有练 所以不是要去回想 是要做 就是站起来开始做 在做的过程中 你会想到越来越多的细节 在做的过程中 你的身体会记得 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有反应 所以演员完全是运动员 是这样来的 因为我们只有透过做事 不是透过思考哦 呃 秀平说 我觉得演员自己知道 演到还是演不到 也会知道哪时候不够organic 呃 有经验的演员会知道的 但一开始蛮多新手演员 就是大家这几年一直说 organic 有机 到底什么是有机表演 到底现在这个是本人的 还是角色的 我现在这样反应 到底会不会太多 会不会太少 这都还蛮需要经验累积的 不能是 就是自己觉得好就好了哦 好 呃 呃 那在书里面有一点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他提到说 呃 UTA本人其实不是 那么赞成在台上 有太多真实的东西出现哦 比如说呃 就是真的厨房 真的锅子 然后可以煮水啊 煮面 嗯 他觉得这种东西 其实会很破坏观众的想像力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就是 这些戏我都看过 就是呃 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演员自己演 完全的空台 演员自己做动作 跟完全完整版的舞台 可以在舞台上面真的煮东西 然后真的吃 你坐在观众席 就会闻到真的香味 这两种戏 说实在的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看导演的处理 他需要让整出戏的氛围 整出戏在同一个痛调里 所以其实比较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啦 只是蛮多时候 因为这个会有非常多的技术性问题 你没有处理好观众真的很容易是出戏的 然后以及其实很多时候会变成演员过于仰赖这些技术 没有自己把该做的工作做好 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呃 台上有这些东西 就像拍电影 电影片场的话 我们几乎都是实物操作 不会是像舞台剧 还会有蛮多东西是要用演的 电影几乎都是真的 但不能因为说 哦 我已经有真的了 好像我就不用演了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还是会有微微的差异 就比如说以食物来讲好了 我们可以常常会演那种就是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戏 但是如果今天是人很多 在很多take之后 这些食物早就凉了 早就不好吃了 或最简单的就是 他准备的食物你不喜欢 但我们还是要演 哦 东西多好吃啊 嗯 东西热腾腾的 所以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成分 是演员要工作的哦 不要过分依赖 嗯 那可以说 如果我的感受比较不敏锐 会不会重现的身体知觉 我只感觉到一点点而已 嗯 在练习里面一定要记得很重要 一件事情叫做 从你最有感觉的东西开始练 我常觉得东方人的概念很有趣哦 大家老是想着说我不会什么 所以我要努力加强 不是这样的 你要先从你会的东西开始做 你很会的这个东西 你成功的在表演里面做到了 你才有机会再去做 你不是那么会的东西哦 所以不要急着马上去做那些 你很陌生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不怕酸的人 你对酸就是没有感觉啊 那你要演什么 所以你必须先从 比如说你很怕甜 你不吃糖 你讨厌甜点 那你可能从这里着手 你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可以跑出来 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才会开始对所谓的 在台上处理感官知觉 这件事情有概念 有概念了之后 你才慢慢一步一步 从最会的去到最不会的 这样有比较了解吗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们常常在戏里面的时候哦 演员会很容易 就是一旦我们可能精通了 某一种感官记忆 然后就会觉得 自己很厉害 那如果正好遇到戏里面 有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就跟哭戏一样 你就会很碍眼 那很碍眼的状况之下 就会忘记了 戏的此时 并不是要说 你的感官的 戏有故事在进行 绝对不能忘记 其实这些状况 都只是角色的情境 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个故事在走的 那个才是重点哦 观众不是在看你有多会演生小孩 你有多会演喝醉 观众不是在看你有多会演这些 观众是在看故事 在看剧情 所以绝对不要本末导致 这很重要 这章里面提到内在的注意力 如何分别内在和外在的注意力 不好意思哦 我没特别印象 内在注意力应该是指说 当下哦 好 比如说 这杯水很烫 但 角色并不需要去演 这杯水很烫 角色就好 比如说我现在讲话 所以我渴了 我想喝水 我就只是要喝水 润喉 让我自己可以继续讲话 所以我喝了一口水 我没有真的呛到 但是我可能 因为这个动作 导致我有不同的生理反应 然后我做了刚刚这件事情 角色还是在他的戏的故事里面的 我喝水的目的 是为了让自己润喉 然后可以说话 我并不是为了要演呛到 并不是为了要演水很烫 给观众看 所以 所谓的内在注意力 指的是 每一个当下 角色正在处理什么事情 比如说 嗯 嗯 我吞口水 为了让我自己一样润喉 所以可以继续说话 但我的外在注意力focus 是在你们身上 是在想说 哦我要讲什么 我要怎么解释 我要怎么解释 我完全没有在管 我要 我要吞口水 我要润喉这件事情的 这部分是人类原来自然的反应 就像这样 我就是想到了 我喝一口水 可是其实我完全没有在想那件事情 我在想的是 怎么跟你们解释 怎么跟你们说话 但在这个当下 我可能 我可能在喝水的时候 不小心被烫到被怎样被怎样 所以这个东西 加了进来 它让细多了另外一个元素 多了另外一个 颜色 那当然 剧情这样安排会有原因嘛 所以 呃 这就是跟我刚刚说的 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演戏 我们在说故事 我们不是为了要炫技 或是给观众看说 哦 我都会演 水很烫 我都会演呛道 不是的哦 哎呦 阿波罗又经过我们哦 哈哈哈哈 呃 对 要随时注意当下改变的瞬间 呃 在书里面的 就是第三部分的练习里面 有一张叫做 从这一刻到下一刻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练习哦 呃 因为其实 每一刻 人都在改变 每一刻 角色都有一个当下专注的东西 所以 做到这一点 就可以让演员每天的演出 都可以是重新活过 重新经历过 而不是只是在套公式 照本宣科 觉得哦 今天又要演了 好累 因为每一刻我都专注在 现在我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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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越忙 你就越没有时间紧张 你也 就开始不会去想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你非常专注在这一刻 你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就不会偷跑 就是说 呃 我知道你 演员知道 对方要打他 但角色不知道 但演员很容易 就会不小心演成 就是他已经知道了 可能 戏一开幕 演员就是已经知道 结局是这样 那就不对啦 因为角色是不知道的 所以 要 时时刻刻的 哎呦 阿波罗不要抢镜头 哈哈哈哈 所以这样 这样有比较了解吗 呃 好 然后还有一点是 呃 前一章也有提到 所谓的 如果 就是azif 这件事情 呃 所谓演员的想像力 其实 我不喜欢讲 演员的想像力 我觉得 所有小朋友的想像力 都是很厉害的 其实所有人 小时候都很厉害 是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 一直 开始 会有人笑你 有人觉得说 你太天真了 都几岁了 你怎么还相信这种事情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 被否定之后 我们才开始变成 不允许自己 再去想像的 不然其实 每一个人的想像力 都是很丰富的 你比较是要 重新回到小时候 不要管别人 所以 所谓的 如果我是 呃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 呃 我之前有介绍过 但不知道有多少人 有看过这个文章 哦 跟乌塔同时期的 另外一位大师 叫做 Stella Adler 她是马龙百蓝度的老师 呃 Stella非常喜欢的 呃 她也是有一个 自己的表演学校 然后有一套 自己的表演方法 呃 Stella也出了很多书 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找来看哦 呃 那她的表演系统里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想像力 然后扮演 假装 她们的工作方法 很不同 但其实她们的中心思想 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 很欢迎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看看 那呃 所谓的 想像自己 如果是角色 身在同一个状况下 如果我今天 遇到这个状况 那我会怎么做 我会有什么反应 可能 你本人跟角色的反应 完全不一样 那我就开始去想说 天哪 为什么她会这样反应 我就有机会 再去想说 她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她怎么长大 或者 我可能想到 我有认识谁 谁可能会是 像她这样反应 那今天如果 我有这个机会 去演我认识的那个人 那会是怎么一回事 很多时候 其实 呃 比如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那他们的生活 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他们不是做这一行的 呃 你知道人都会羡慕别人 觉得说 哦 你好好命哦 你可以 你知道不用像演员 那么苦哈哈的 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不知道下一份薪水在哪里 然后就很慌张说 不知道下个月的房租付不付的出来 常常也还是会很羡慕有固定工作的人 他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每个月会拿到多少钱 然后他们甚至就可以计划度假 我以前都常说我的人生不太有计划 因为我们就没有东西可以计划 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下半年会发生什么事哦 所以常常也会很羡慕别人 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觉得 哦 他们过这样的生活 他们到底每天在干嘛 所以当你如果有机会去扮演这样的人的时候 就去想说 哦 原来他们的生活是这么一回事 那尤其是戏剧 其实常常是在帮不同人发声 那些不同人物的困境 就像前阵子大家在讲说 啊 有钱人的烦恼 就是跟穷人不一样 那如果有机会扮演有钱人 或者是扮演就是如果是古装剧的话 可能可以有机会扮演贵族 那他们是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你喜欢吗 有哪些东西是跟自己一样的呢 所以可以有机会把自己打扮的这么漂亮 然后有机会用这么优雅的文字说话 这都是很有趣的体验哦 八成都是大家一开始接触表演的时候 最有兴趣的事情就是演别人 下一就是当你真的有这个机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怎么处理哦 所以我们才会很需要身体知觉 因为这些人平常的穿着可能就跟你自己很不一样 比如说光是女生可能都要穿着高跟鞋啊 男生都要穿着西装打领带 你的身体就会有很多的束缚 那你怎么在这种束缚的状况之下 你还可以工作 所以要可以多去运用身体感官知觉是很重要的 身体的知觉是伴随心理反应的 嗯 是说这句听不懂的意思吗 呃 比如说可能我觉得很热 我就觉得很烦躁啊 我觉得很冷 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啊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身体知觉和心理感觉的连结 那这东西来自于你自己的成长背景 你的生活都会不一样 比如说如果是在北方北欧俄国 他们很少有太阳 所以当他们看到太阳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开心的哦 不像台湾人看到太阳就很崩溃 觉得今天太阳好大 所以当我们在处理角色的时候 也要很小心 也要把这些东西放到角色里面哦 不要把本人对于事物的认知太快的放进去的 当角色在说 哇 今天太阳好大 他心里面的感觉可能是跟你不一样的哦 当他可能说着 比如说今天下雨嘛 台北今天一整天都在下雨 那回到家可能衣服湿了 鞋袜湿了 角色如果说 我的袜子都湿了 角色心里到底的感觉是什么 不要急着做判断 你可以先从外在身体的反应开始 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然后你会找到 他有什么可能的心理反应哦 这是我自己觉得 工作起来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其实就是 不用急着做决定 你可以去寻找 然后尤其是 多去知道不同的人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就是为什么 其实表演课 不太适合上个别课 因为你要上团体课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看到 你的同学们跟你做同一个练习 但他们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你就有机会去看见说 哦 原来有这样的人 在过这样的生活 原来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是这样子的 好 那在 其实这一张 跟第八张有很 这是什么 深刻的连结哦 第八张叫做赋予生命 就是要 演员要让一切看起来都像是 真的 把一切都活过来的感觉哦 那这一切都会在 十五张 第五个练习里面要 重现 我自己的经验是 这些年下来 台湾的学生在做 这些练习的时候 常常会卡在两件事情上 一个呢 是觉得说 我这样做会不会太夸张 会不会太严 会不会很假 呃 老师或同学会不会不相信我 所以他们就自己 先把它改掉了 演一个比较温 比较反应 没那么大的东西 因为怕别人觉得自己是怪胎 千万不要这么做哦 永远不要去想 别人对于你的反应 会是什么 不要管别人 只要你拿出来的东西是真的 我们都会相信的 然后 这是你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你是谁 你对什么事情 有什么看法 然后你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不要去压抑自己 真实的反应 然后乌塔在书里面 我忘记是哪一张哦 有提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叫做 永远没有比现实更夸张的 呃 现实永远是最夸张的 大家如果常常看新闻 就会知道 有非常多新闻事件 你觉得就是很扯 写成剧本都会被骂说 你是乱写的 所以每个人对每一件事情 会有不同的反应 是很正常的 演员必须要学会的只是说 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 透过哪些行动 让观众理解角色所处的世界 让观众理解解 小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它有这么大的反应 所以不要去害怕 自己太大这件事情 尤其在戏里面 非常多戏剧 它就是需要你有 很戏剧性的反应的 如果没有在练习的时候 开始把这些东西处理 你会很容易 当你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直接是假的 硬眼上去的 所以必须要练习这个的 而且很多事情 我们都是从最高级开始练习 然后再慢慢递减下来 我刚刚说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相反的 很多人追求说 我希望我看起来很自然 我希望我看起来很真实 所以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反应 都只要一点点 因为这样子比较自然 也不要这么做 因为当东西是在太小的时候 观众其实看不见 观众如果看不见 你再有FU都没有用 然后一开始要只做一点点的变化 是很困难的 那是很精细的工作 就好像说切东西 切很大快很容易 要切很细是很难的 你很容易不小心又切到手 或者是他们就切的不是平均的 就有大有小有粗有细 所以一开始都是要 从比较大的开始练习 然后才慢慢慢慢 越来越精细 越来越小的 所以这是需要过程的 很多时候大家都太心急了 大家常常在做到这个练习的时候 我会要求学生要做很多遍 然后大家就觉得 好挫折 好像一直卡在同一个练习 但事实上我们做很多遍 可能是因为每一次要练不一样的东西 毕竟刚刚说了感官有五种 然后每一种里面 它又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光是味觉 很辣很酸很甜很烫 坏掉了 还有什么很冰 就已经我随便讲了 就这么多种了 所以你每一种都要练习啊 你不能等到剧本来了 才开始练 那是来不及的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你就不会被选上啊 所以这一张的工作是非常多的 大家要有耐心一点 把它一个一个练好 那我常说这一张的极致 就是演海伦凯乐 就是又虾又龙又哑 非常困难的角色 那你如果希望有一天 你遇到这种角色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处理 你就必须要有耐心好好练习 尤其是现在其实 这几年电影非常倾向就是后制很重 那我们有非常多戏都是你要站在绿萤幕前面自己演 就是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你要自己完全自己演 然后他再后制再加上去 所以你就要自己假装什么 你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很可怕 怪兽来了 你要被吃掉了 什么火球 他烹火然后很烫 你什么都要自己演啊 所以就是花时间好好练习 好 当我们忙着克服这些感觉时 感觉就会完全出现 所以克服是重点 对啊 克服是重点啊 就是所有的感官之可以存在 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你的问题 你为了解决它 你会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 你发生了这个感官 比如说 你觉得很热 你觉得很热 其实是因为我做了这些动作 所以大家知道我很热 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很热 那大部分的感官都是我们在解决它 大部分时候它都是一个问题哦 好 非常推荐大家有机会就去现场看 因为你亲自看见演员在台上工作 你才会比较清楚的知道 什么事情怎么被处理 那尤其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最好一出戏可以看两遍以上哦 所以买便宜的票就好哦 越便宜越好 你才能多看几次哦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其实 就是有太多资讯要看了 八成没有什么时间可以 好好的看见技术这件事 能不能谈谈能量的问题 关于能量这件事情 这好像其实是跟这一张比较没有关系的 但能量是蛮重要的 即使是影像表演 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在剧场表演的时候 会有能量的差异 好像因为场地很大 观众很多 所以我就会有非常高的能量 如果我是一个小的地方 观众人数不多 好像我就不需要给这么多的能量 我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哦 今天即使是影像 甚至应该说 影像需要给的能量更多 当你是大萤幕 当你是电影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给满满高度集中的能量 观众现在不在现场 他感觉不到我 观众最后看到的我 其实是投射在萤幕上的 我的能量很小的话 到时候会是完全消失的 尤其是所谓内心戏 所谓很沉闷的戏的时候 大家常常以为说 演员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在干嘛 就在那边动作都小小的 但其实那都是内在有 我们是把能量收射 压缩在里面 里面的运转 这股能量是很庞大的 如果里面运转的能量 没有像大舞台那么多的话 到时候放大 在电影院那么大的萤幕的时候 它就会散掉了 所以演员蛮重要的一个能力 是高度集中注意力 你可以让自己有高度能力 高度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的时候 你才能够把能量收射起来 集中在心里面 在脑袋里面 然后透过你小小的动作 然后观众可以感受得到 观众可以接收得到 这个除了练习之外 还有蛮重要的一点是 刚刚提到的moment to moment 就是每一个当下 角色到底在想什么 感觉什么 做什么 以及很多时候是因为可能戏很沉重 那到底是什么在拉着它 拖着它 以至于它没有直接的行动 以至于它可能此刻是卡住的 心里面是在纠结的 这些纠结的东西是什么 这些东西彼此之间是有很大的拉扯的 当你对这些事情很清楚的时候 你在你的能量就会很大 那这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哈姆雷特 就to be or not to be 这两股能量非常庞大的拉扯 以至于其实每一句话在说出口之前 千回百转 大概对就是千回百转这个字哦 嗯 好 对 如何增强自己的能量 确切来说我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觉得这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 但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你得先要身体很健康 身体如果不够健康 当然不会有能量哦 吃饱睡饱很重要 然后运动 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 嗯 在表演里面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 就是看着对方 清楚知道你要和他说话 你要对他做什么 你希望他做什么 所以你的能量才会真的给到对方 或者你要对观众做什么 你永远清楚知道方向在哪里 就跟舞者一样 舞者知道自己站在台上 舞台有多大 身体怎么移动 身体在这个空间里面 占据什么样子的体积面积 演员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是只有在用文字工作的 完全不是的 我们是非常仰赖身体工作的 所以要开始把 就真的是所有的感官 五种感官一起工作 很多时候大家就是 太习惯于只是背台词 说台词 然后就忘记所有其他的了 台词其实是 就只占五分之一嘛 其他部分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时时刻刻很清楚 知道自己对谁说话 为什么 你想要他干嘛 然后每一件事情 你是怎么推进的 你是在求他吗 拜托他吗 命令他吗 那你就会有不同的能量 然后如果每一个当下 你都有真实的回应对方 你们之间就会有能量在流动 一开始的时候不要害怕 有蛮多人一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很不习惯这种感觉 觉得对方真的看你 对方的反应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就吓到了 你就却步了 没有 你在当下的时候就是 顺着这股能量走 顺着剧本走 不要害怕 慢慢的练习 让自己待在这个状态下 然后你会越来越习惯 这件事情 你就开始会感觉得到 所谓的互动 或是大家讲对系 其实这里面不是只是说台词的互动 也不是只是我们之间的反应 而是就像你日常生活里面一样 比如说你和你的家人朋友情人 情人之间的互动 是我最常拿来讲的例子 就是你们俩正在一起很久之后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彼此又知道要做什么了 是不需要依赖文字的 我们要的是那样子的东西 你会真的看对方 你会真的感觉对方 观察它 这是演员需要的 所以大家平常的时候多练习 在排练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试试看 你会发现很不一样的感觉 很好玩的 嗯 好 那今天很谢谢大家 就是提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那待会我再一一看 我又没有漏掉了什么 那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分享按赞 好哦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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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